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一哪兒也沒有一號 也哪兒就有哈薩 阿薇薇薇 歡迎我們在的Speed 向前走 您好 我是馬少 歡迎收看Speed 向前走 剛剛是鄒族的問候語 我現在請你想像一個情境 一百多年前 你出生在一個部落 有人說你是鄒族 但是在生活周遭 有人說著布農族的語言 但另外有一群人說著很特別的語言 剛剛一位工作人員問我說 這樣的生活是不是會很錯亂 的確 這樣的情境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 直到2014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正式認定了兩個原住民的族群 使得台灣原住民族有16族 他們是Lalua跟Ganaganavu 今天的夢想家他就是來自Ganaganavu的 Abu Gaviana 他來到Speed 向前走 要告訴我們的是在過去的這十幾年當中 他如何跟部落族人一起重振 以及找回到Ganaganavu的文化跟語言 我們一起來聽Abu Gaviana他的故事 我自己的經驗上 我每次聽到長輩在說的一些口傳 其實很多都是跟溪流有關的 那他們覺得很多溪里的生態跟溪里的智慧 是其他族群不懂的 其實這個族群跟溪流真的是很緊密的 溪流的聲音其實是牽引著我 投入族群地震的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Ganaganavu現在正義其實是一件 對這個族群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但是我覺得Ganaganavu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是 我們的老人真的是沒有剩下幾位 包含能說族語 包含我們在說我們的服飾 包含我們自己有更多還沒有說出來的歷史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在跟時間賽跑 就作為一個Ganaganavu的人 我們努力的就是在任何的時刻 或是任何的生活場域裡面 怎麼把我的族語說回來 我在想這是我們Ganaganavu族群內部 大家努力的一件事情 傳統也未必見得是落伍 其實現在全球都在追求的 反而是傳統的 人跟大自然共生起的生活方式 如果有來生我應該還是希望 我的靈魂可以降生在這個族群 如果有來生的 對 Ganaganavu 大家好 很開心可以透過這個見面 可以談談我自己從小的一個夢想 我是Ganaganavu 我的部落在南馬亞 很小的時候我的母親過世了 所以我小時候就跟著我的外公外婆一起長大 我的外公外婆其實不太會講布農主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在Ganaganavu文化的一個長輩 所以我小時候一直是在Ganaganavu的世界裡面長大 我印象記得很深刻 我的外公外婆很喜歡帶我到Nunu Nunu裡面會有很多的Abbas 還有Gunam 這些其實都豐富著我小時候童年的記憶 那小時候在部落其實我們的族跟其他的族群 其實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上 我族跟他族的差異是很明顯的 比如說在南馬亞部落布農主會稱我們說 哦 那個是Ganaganavu或是戴夫蘭的孩子 那我們也會說他們是Bunun的 所以對我們而言對Ganaganavu來說 我們一直都存在 這個族群其實一直存在這個台灣 直至國小畢業之後 我們離開部落 其實離開部落之後我們才發現 哦 原來我們小時候以為的世界 就是Ganaganavu的世界 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在整個大環境 大家認為其實Ganaganavu是不存在的 其實那時候我是嚇一跳的 那在那個年代其實我相信如果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人都會經驗過 我們走在街上 其實很容易我們那個年代我們不是叫做原住民 我們其實叫做山地生 那特別是在學校 一旦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其實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麥克風喘來的聲音 教務處常會說山地生 山地生到辦公室到教務處集合 你知道其實那個時候在那個年代 我們常會在奔跑的時候就會聽到後面的有人在竊笑 然後就說啊那花娜或者是那是嘎嘞啊 那對我們來說其實那是一個很恐怖的一個世界 那同樣跟我一起來到離開部落到賈賢國中的同學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反而很簡陋的宿舍 其實那是一個相當簡陋的宿舍 反而變成是我們在一起互相取暖跟喘息的一個空間 可是也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年紀很小 小小的我 可是在思考 到底我的族群為什麼會在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 也在那個時候我也在夢想 我也在思考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讓我們的族群是可以被看見的 年紀小小的 然後離開部落 可是因為受到 因為族群的歧視 然後開始在思考 那我們的族群到底在哪裡 然後其實對我而言 我也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長大 我們有沒有可能性 讓喘打噶是在被世界看見 然後是可以被承認我們的存在 那其實我不曉得 如果在座的各位年輕的小朋友 我不曉得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在喘打噶之前 有一個族群是叫作 它之前是被归类在周族 那周族之前其实是叫曹族 那我们感到感到讲人类 其实是讲兆 兆 那周族讲人类是说肉 那印象很深刻 不晓得其实大家可以再回去 倒带一下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历史 我们会看 其实曹族走向周族 周族其实是在近代的事情 可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 曹族转到周族的时候 周族的时候 其实甘拉格纳布跟拉拉是不见了 其实它是没有在里面 它其实是没有在里面参与节制 可是它又再次地活生生地又在消失了 原本之前是日本 或者是整个国民政府在统治的时候 是粗暴地把它归类在另外一个族群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行政院圆明会那时候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其实也成立了 那大家也都在讲证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同样的 在这样一个证明的工作 我们甘拉格纳布跟拉拉 在这个证明过程还是被消音 其实它还是被消音 它还是不见了 那对我来讲 其实作为一个甘拉格纳布的女性 或者是作为甘拉格纳布的一个后代也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都经历的一个族群的仓商史 那很庆幸的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在做年轻人 其实2000年在台湾 一个大环境 政党轮替 那其实很多的原住民的权益 也在这个政党轮替下 其实有一些的反转 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庆幸 我可以在那个时候 跟我们的原住民运动 争取原住民运动的前辈 尤哈尼主委 其实我是可以跟着他一起 进入圆明会 做推动的工作 那时候其实尤哈尼主委找我 他就说 不 我知道你其实是来自甘拉格纳布的部落 我也知道你其实一直都在做基层女性的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邀你来 我们一起在国家的体制内进行运动 那对我来说 其实一个长期热衷 长期投入在原住民妇女基层工作 跟包含我刚才想的 其实我小时候的经验 我一直以为我们甘拉格纳布是 就对我来说甘拉格纳布是我的世界 我认识世界 其实都是从甘拉格纳布的经验里面认识世界 可是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族群发展的脉络下 被消音的时候 对我而言 一旦有机会可以进入国家体制内 其实那个战斗跟那个奋斗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也在那个时候 其实在尤哈尼主委的协助之下 他就说好 不 你就开始进行你的证明运动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 那时候的一个委员会议 因为我刚跟大家分享说 我看到曹主到州主证明的时候 其实是很少有甘拉格纳布的人去参议的 所以他们的会议记录上 我们看到的很清楚是 我们的生意没有被纳进来 而且我的族群其实是在那个机制下被化掉的 对我来说 怎么让这个族群是可以在那个被化掉的地方再复位 其实是我很重要的工作 对我来说 怎么让这样的一个族群的工作 是可以让更多的部落的我的族人一起参与 我刚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的族人剩下四百多个 而且这四百多个人 其实也同样跟所有的原住民一样 处境是一样的 比如说 他其实也在全球的资本主义的卷动下 他其实也在瓦解 同样的我的族人 当他们面对生计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证明 所谓的族群附赠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吃力的 那我们怎么开始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就从小米田开始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在甘达卡拉夫有一个是米贡计 米贡计对甘达卡拉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典 米贡计会进行是表示 今年我们的小米是丰收的 如果我们小米不丰收 其实米贡计是不会进行的 可是长期以来 同样的我们仍然也是在日本的统治下 我们的米贡计他们移味到元旦 所以其实是我们的米贡计 可是在日本的统治下 包含即使国民政府接收之后 他们也把我们重要的季节是放在元旦 可是我们清楚那个不是 但是该怎么说服老人家 你跟他讲其实很难 所以我们的方式 我们用的方式就是好 那我们就跟长辈说 那就带我们去开始播种小米 那我们种小米之后 其实我们的碎石计就回来了 那同样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们第二次的收割 老人家就会在想说 对哦 我们的米贡计是小米丰收 所以它不应该会是在1月份 它应该会是在9月份或是8月份 那所以老人家说 对哦 所以我们的米贡计应该回到它 应该有的季节而不是元旦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有机会参与 甘达甘达甘达的米贡计 我们会知道它其实 就已经不会是在元旦 它其实现在都会是在9月份 或是10月份 即使我们这么努力地 在做族群事务的工作 可是我们知道 当你 就是一个弱小的民主 长期被模糊 长期被消音的族群 当它要跟国家体制争取 证明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些的困难跟挑战的 那我们 其实对我 甘达甘达中生代的我来说 我们怎么在唤醒大家的意志 说我们就是要做我们甘达甘达 印象很 同样的也是印象很深刻 在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多都是很特别的时候 我其实会碰到很特别的人 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台湾原住民非政府组织 我本来 其实在之前一直都在做族群事务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会 我们也都会有一些国际的 国际参与 2007年 2007年我们其实就参与了台湾亚洲原住民的一个研讨会 同时也在那个过程里面 在我们争取到国际的亚洲原住民政策游说工作坊 我们希望它可以拉到台湾 那为什么会希望拉到台湾 我希望它可以拉到我的部落 我希望我的部落 我的族人是可以开始跟国家说 我就是要证明 所以2008年的亚洲原住民政策工作坊 其实是在台湾 然后在我的部落南马下进行 那事实上 其实那一次之后 对我的部落的族人来说 那是一个影响很深刻的 大家也开始意识到 对 我其实就是要跟国家进行 我们的所谓的正名的工作 那但是2007年2008年 可是2009年我们知道台湾发生了重大的灾难 就是八八风灾 那其实这个八八风灾 我觉得不只是我的族人 其实对台湾来说 它是一个很难忘的伤痛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因为我们也在进行自救的工作 我在骑山工作站 我在骑山 那其实那时候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会知道 其实直升机一架一架的收救的时候 是会降落到骑山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架直升机 把我们部落的长辈带下来 那我的长辈 其实那时候看到我在那边 它是无语的 你知道对长辈来说 山会崩裂 溪流会溃体 那是长辈无法接受的一个 面对的一个事实 因为对他来说山是固定 溪流应该都是 一直都是在那边 它应该是固定在它的轨道 可是八八风灾 这些都溃体了 有一个长辈跟我说 阿布 我们甘纳甘纳布 会不会在这个世纪消失 因为当部落被冲回 族人被流逝的时候 我们甘纳甘纳布会不会在这个 会在这个世纪消失 如果印象很深刻 其实我们也在 在八八风灾 其实我们后来被迫离开部落 我们在外面生活了六个月 在高雄的三个营区 那我们自己在仁美营区 那六个月之后 我们准备返回部落 可是其实那时候的中央政策 就只有永久屋 它从来没有想到说 是可以让我们回部落 那但是对我们来说 回家或者是回部落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 主要的选项 所以我们就选择回家 可是回到家之后 我们怎么让老人家再安定下来 其实那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比如说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机构进驻 比如说很多的活动在卷洞 那老人家其实是无神跟回魂的 后来我们自己甘纳甘纳布 就有一个空间叫做 斗纳达姆 斗纳达姆它其实就叫做 老人 有老人在的地方 或是祈劳智慧屋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 其实我们刚刚说 我们甘纳达姆人口数 其实没有到五百多个 那我们的长辈 其实不会超过二十个 我此刻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的长辈就不会超过十个 所以对我们来说 祈劳 祈劳跟祈劳的智慧 其实对我们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八八风灾之后 我们就在想说 那怎么样让老人是可以安定下来 同时其实带领我们 继续做文化的附赠工作 那我们在我们的斗纳达姆 其实我们就进行的是我们的 抢救我们的族裔的工作 你会看到其实都是达姆在做 那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我们进行重建到第三年 因为那时候会在想 如果所有的部落的交通都被降线使用 那我们在部落我们要怎么活 那我们就把以前传统的植物 就是它是耐旱的 而且是可以承受强降雨的植物 比如说达姆嘎鲁 比如说斑胆 比如说达姆嘎鲁 其实我们都把我们的传统植物 种回来之后 有一个老人家 到第三年有一个老人家 就跟我们说 不过我记得 我们以前有一块地叫做乌书乌乌 那其他的长辈又问说 那那个乌书乌乌是什么 同样的像我们也说 那乌书乌乌是什么 其实那个长辈就说 其实乌乌乌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地 然后它会有很多的食物 所以我们也不会 然后那块耕地是妇女在种植的田地 虽然它小小的 可是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族人在中年 它其实是可以有食物可以使用的 因为那块地小 因为它说我们男人 其实都在外面中年打猎 所以我们不懂那块地耕作的知识 跟生态的知识 其实我们是不太懂的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包含乌乌乌乌乌这个智慧 其实是被遗忘了五六十年 那长辈看到我们把我 那块地种回来 真是让人家是感伤的 就说 然后其实也很感动 就说 不 你们怎么把那块地 賦予回来 同样的这个智慧 五熟乌鲁 本来是被散落的语言 其实又把它种回来 但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清楚 我们会希望富裕的不只是 我们会希望富裕的不只是那块耕地 对我们而言 我们希望也可以富裕的是 我们原住民女性的自主 跟我们原住民女性的生态知识 跟我们女人的世界观 对我们来说这个灾难 让我们有机会再富裕 不只是我们的文化 包含女性的世界观 你们现在看到我身上的衣服 其实这个是我们带着长辈 在台大人类学博物馆 去把它找回来的 然后去把它重制复制回来的 但我也很感谢尤玛达路老师 其实透过她的专业 可以再把这些纹路找回来 老人家面对八八风灾之后 其实有几个长辈一直说 阿布 我们有没有可能性 再把我们的衣服穿回来 或者 其实有一个长辈 因为我们在八八风灾 其实很多的长辈都过失 那有一个长辈说 阿布 我真的是希望可以穿我的衣服 只认回来 但是它会有挑战跟困难 是因为我刚刚说了 其实我们是被归类在其他的族群 所以我们的服饰 从来没有是一套完整的放在那儿 其实它是被散落的 印象很深刻 其实你们会看到这个 我们目前最年长 全世界也最年长的 Ganaganavu的族人 其实Zumamu 他看到这些 其实他就跟我说 阿布 我们可不可以把衣服带回家 不要再让我们的衣服 是继续流落在这么冰冷的世界 Zumamu说 这是我的Dumu的衣服 我们把它带回来 长辈们其实一一的指认 长辈们真的都是在 都是透过这个指认里面 都说那个是谁家的 这个是谁家的 然后都也一直在叮咛说 不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吗 2014年6月16号 其实我的族群Ganaganavu 证明 那对我们来说 我的梦想 怎么让Ganaganavu被看到 其实是有被实现的 但是证明之后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另外一条路 我们才刚要继续走下去 那对我而言 其实怎么样深化 我们的Dunadamu 然后怎么透过 民主议会的推动 包含怎么把我们的衣服 找回来 或者是我们怎么让 五十五路是可以 再被具体地呈现 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个梦想 而且其实我们也持续地 往那个国度迈进 那今天其实非常很开心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界面 让我们重新认识Ganaganavu 那当然其实Ganaganavu 也不是我短短18分钟 可以让大家认识的 也会希望 其实现场的朋友 真的有机会 可以到我们的Ganaganavu的部落 走一遭 所以说满杯 阿拉辛辛安 今天Ganaganavu的阿布 Gaviyana 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在存在不代表以前就不存在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如果不去寻找 它有一天就会永远地消失了 此必向前走 带着你的梦想向前进 我是马少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